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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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活动 新四军活动 张智愿者 李宗盛 张智愿者 李宗盛 最深 最深 最直接的 还是他作为新四军副军长 视察四师骑兵团时的情景 那是1942年 我在骑兵团三大队当教导员 有一天 张副军长在彭雪峰师长陪同下 到我们团检查工作 到我们团团检查 到我们团检查工作 经验和深入 和深入潜出的军事理论所折服 部队带回后 张副军长又同骑兵团的领导们作谈 他说 彭师长 邓政委下这么大的决心组建骑兵团 不仅现在对根据地的建设 就使今后打回金浦路系 也都是必要的 说到这儿 � 这一代 跟苏联盾和草原一样 是几千里的平原 最适宜于快速部队发挥威力 当前比较现实的就是骑兵 在这个敌后根据地 敌 尾 玩的据点多 大部队斩不开 小部队又吃不掉敌人 特别是那些跑得快滴滴投舌 所以 要搞一支行动快 战斗力强的机兵部队 打突围 追击 分析以及侦察 警戒 通讯 护送等等 都有用处 目前 步兵团一般不配电台 机兵团就配上了电台 彭师长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严肃地对张副军长说 你知道 我是决心要打回陆西的 可是陆西完军有骑兵 我们也搞一支骑兵 就是为了去对付他们 彭师长接着指了指周淳林团长说 那时他在新疆 斯大林派来不少苏联顾问 办起了干部训练队 所以 他觉得 就是运用大批苏联红军骑兵 在大草原上消灭白匪的那一套 张副军长对中外军事很熟悉 他也滔滔不绝地弹起来 说起骑兵的威力 在历史上就属成吉斯汗了 他的部队 每个人都有好鸡匹马 有的驮东西 有的换着骑 行众十分迅速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 来如天坠 去逐电视 成吉斯汗打到福尔加河 他的孙子拔都打下莫斯科 一直打到匈牙地 反途横跨乌亚两州 当时欧洲不少人称这次是黄祸 可见骑兵当时是十分厉害的 讲过历史之后 张副军长指示说 对骑兵 要严格管理 不然而容易违反纪律 你们不仅要他们拧好马 还要让他们包养好身体 特别是不能叫他们老实骑马 尽量多走点路 免得搞成螺圈腿 周淳林团长在一旁听着 心里感到十分温暖 亲切 他想不到军首长对骑兵团是这样关心 这样爱护 自从张副军长检阅过我们的马术后 彭师长对骑兵团的训练抓得更紧了 每隔十天或半个月 不是把我们调到师部操场去参加会 操 就是他一清早骑着马到我们团的操场上来 每逢重大节日 彭师长总要我们前去表演马术 让那些从敌战区来的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 亲眼看到我军的威力 于是 在新四军和淮北根据地的军民中 都纷纷传说 彭雪峰师长有三宝 骑兵团就是其中一宝 谈指一挥间 七十年过去了 老首长张云颖视察 骑兵团的英容笑貌 仍时刻萦绕在我的心间 老将军高尚的情操 人格的魅力 将涌住人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老将军高尚的情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